中晚唐诗人 原诊 疲日休 中晚唐时期 皇帝逐渐失去实权 各方势力 则则脱离唐王朝的组治而独立 安史之乱后 唐朝国力衰退 一些忧国忧民的诗人 也在此时站了出来 用笔记录晚唐的社会现实 也用笔来警醒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原诊和疲日休 鲁迅曾称赞疲日休 为晚唐时期 一塌糊涂的泥潭里的光彩和锋芒 疲日休的诗文风格质朴 多为同情民间疾苦而作 可能正是因为他是贫苦出身 所以更能体会到 劳苦大众的疾苦 他年轻时参与了多次考试 后来考中了进士 在朝中做了小官 疲日休性格直率 在朝中没有什么朋友 后来与陆归蒙认识 两人的文学创作思想高度契合 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两人合称 疲路 后来疲日休参加了 皇朝农民起义 被授予汉林学士的职位 与疲日休不同 另一位诗人 袁枕 则是从小便受到众人的赏识 小时候 袁枕就被称为才子 少年时期与白居易 同科及地 结为终身师友 两人共同倡导的新岳父运动 史称 袁白 袁枕才气过人 性格豪爽 因此遭到朝中官员的嫉妒 暗中史记 让他流放蛮荒之地近十年 不久后 他的好友白居易 也被贬去江州 袁枕此时则身在通州 虽然通州江州 相离很远 但两人常常通过书信来往 可见两人的情意深厚 袁枕所处的时期 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 重要的转折时期 唐朝诗风逐渐陨落 宋朝曲调逐渐显露 袁枕在这次诗歌变革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 在中国诗歌史上 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两位晚唐诗人的作品中 都体现出了 忧国忧民的情感 在动荡不安的中晚唐时期 他们用手中的笔 传达着普通老百姓的心声